好 這是晚營 另外我們也觀察到 在高雄左營軍港的部分 西側的錦江及金江號 在今天中午的12點左右 突然是駛離了原本的位置 現場情況如何 要聯繫給記者孫慧卷 所以主播 我們現在持續守候在左營軍港這裡 而在記者後方呢 就是左營軍港 可以看到呢 目前的海面上呢 其實是算平靜的 不過在中午12點左右的時候呢 原本停在港區內的 而在錦江及金江號呢 是開到了北側之後呢 是轉了一個彎之後 接著又往西側的 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而中間過程中呢 其實還可以看到 這個突擊艇出現 而這一次的任務大概呢 這樣的一個航行過程 大概是半小時以內就完成了 只是這樣的一個移動 到底有什麼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目前還不知道 由於現在呢 共軍正在進行演習 因此呢 果軍的一舉移動呢 其實大家都相當的關注 而目前停在港區裡頭的呢 小鈴鐺喔 在錦江及金江 在錦江 在錦江